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梁启超17岁中举 18岁娶亲 他的原配夫人姓李是考官的侄女 而且家里势力也很大 梁启超当时是找私一个 家里比较穷 人家二代小姐白富美下架 也不觉得梁启超他们家比较穷 梁启超就按现在的话讲实际凤凰男了 可是梁启超1904年也就娶了个妾 娶了个小妾姓王 而且他这个小妾也不是外人 是他的媳妇的陪嫁丫头 就类似于王熙凤跟平儿那种关系 所以这个通房丫头 这也很正常 马克思还把燕妮的那个使坏丫头给搞上了 所以这个事也很正常 在他的原配夫人去世之后 这个小妾就取了证 成为纪使 咋即使 欲满天下 磅易随之 李鸿章究竟是一代名臣 还是千古国贼 敬其之才 悲其之欲 李鸿章为何多次 悲起卖国的骂名 关注微信 原腾飞工作室 回复李鸿章 带你了解争议人物的真实人生